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我們下午登記的 第一位質詢的是李順敬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 我們的交通委員會 我們的主席 交通部門的所有的局處首長 我們的團隊 議會的先進 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本席就交通部門的相關業務 來請教我們幾個局處 希望我們幾個局處 能夠督促 能夠努力 能夠改善 首先這幾天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 高雄市的整個市政的重點 今年大家很關心的就是我們所謂的交通的事故事件 以及我們交通 違規方面的取締 是不是有過當 是不是有為了 滿足我們市政的其他的缺口 然後在我們的 這個交通取締上面 做了一個很大的動作 做了一個很過當的一些作為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以說 深陷苦海 深陷苦海 大家苦不堪言 當然 市政有市政的 一個重點 市政有市政的作為 我們都尊重 我們也都支持 市政府的團隊的 市政的重點 跟市政的方向 我們都全力支持 但是不要過當 不要過當 也不要 待乎直手 也不要疏忽 當然 交通事件的發生 有它很多的因素 但是檢討起來 有很多的 這個我們市政單位的不作為 造成了市民朋友的一個 一個安危的 一個事件 或者是一個 家庭的一個破碎 我想這個不是我們 市政團隊樂意見到的 本期在這裡 首先就我們的 交通安全導標 這個我隨便 去人家那個 回收場 資源回收場 都找得到 甚至有的在路面 都撿得到的 交通導標 縮嘎的 有的已經轟化 有的已經斷裂 有的已經 破舊不堪 但是我們的市政團隊 好像不太重視這一塊 交通導標的好壞 交通導標的 這個維護 如果疏忽 造成了事件 我想沒有人 高雄人 很鮮硬的 高雄人 疏忽自己的權益 都會找理由 來為自己 來為我們的團隊來辯護 實在 很可笑 去年 本席在相關的 部門質詢 有建議 我們交通局 一定要重視 交通導標的更換 跟交通導標的維護 去年 整年度 編了50個 現在我們 營建署規定的 新型的 不會斷裂的 而且 緩關很好的 可以有助於 我們市民的 交通安全的 經年 編50個 經過的高雄市 編50個 今年的衣生 在我們今年 局長我請問一下 在我們交通局的部分 交通導標的部分 你編了多少預算 要採過多少個 這都幾十年的 甚至有的 裡面 是我們高雄市 時代 還有一種 老鷹的 還有鴿子的 斷裂 沒人在看 今天我沒有把整個畫面秀出來 局長 我請問一下 今年的我們的交通導標 編了多少預算 採過了 要採過 準備採過多少個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幾十塊幾百塊 跟我們的交通違規 這兩天要在看 邊邊 稅收十幾億 有沒有城鎮比來 交通局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李議員 我先跟李議員說明一下 有關李議員一直以來 在關心的這個導標的 的 的 課題 那在整個交通安全的施工 的範疇裡面 我們有分工 那主要的部分是在這個 分隔島維護的權責是 公務局養工處 所以他們那邊會編的比較多的 預算 因為他是養護工程 我們交通局當然也有編 相關的交通安全的部分 是在那個 依照市路口如果需要去做改善 去做替換 那我先跟議員做這樣說明 所以我們這邊的預算 當然不可能是編的很多很多 那今年也有編 大概有三百多萬的這個預算 導標的部分 編多少 導標的部分嗎 我來請我的那個科長回答 謝謝 好謝謝局長 謝謝來 導標你編多少 這部分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 合約是用單價學標的 所以說基本上是 看實際的需求數量去 通知廠商去試做 所以沒有所謂的 有三項法庭沒有啦 三項法庭的錢 法庭買這個沒有啦 你變三項法庭的錢 沒有啦 我在想沒有變三項法庭的錢 我們去年去年是做五十個是 去年五十個 啊今年呢 因為去年那個是 我們先先採用那個 剛剛議員講的那個是比較舊式 我們去年是用那個 鋁合金髮廊 材質的部分去做 所以我們去年是用 試辦了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分割島的部分做了五十個這樣子 總共五十個嘛 因為去年是試辦的性質 前高雄是今年呢 也是五十個 今年的部分我們會再看看 有沒有適當地點 我們再來 我聽說你們只編了五十個喔 局長 我這個是在為你們爭取經費 你們這個方面 要稍微來 科長請坐 局長請坐 感謝你們 你們的長司啦 但是齁 這個說出來 不聽一次啦 編無十張法庭的錢 要來買這個啦 我跟交通局反映 交通局跟我講是養工處 養工處到現在還沒有正式答案給我 到底是寫的權責 專個用器 編五十個 那法庭 只有五十個 只有一支 一支 一支 五十個 一支 我看 我剛才買差不多三十個 三十個 三百個 看你們今年的 一支開十幾億 結果你在安全導標上面 你編那麼少的經費 局長齁 我給你勉勵啦 我也很肯定齁 你還是繼續在重視齁 那現在營建署 既然有規定 現在都要更換新的 你就一定要變新的 要不然你收了那麼多的預算 像我們市民朋友 花了那麼多的錢 你不用來在交通設施 在交通路面 在交通的這些 相關的有維護 有增進的這種功能上來增進 你收那麼多的預算幹什麼 這個局長 我給你報告 是希望你再重視這段 希望你再重視這段 這個部分 不要在市長在這麼多的時候 拿出來說 很難看 變五十個 去年也五十個 今年也五十個 現在就斷裂了 你到回收場去看看 一堆 都是壞在路面的 這如果那個歐巴交到 出到 他還要射死一個 又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又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我給局長報告 來另外 這一個 中山路 跟我們的 這個整個交通事故 可以說 很重要 很重要 那我檢討起來原因 這個圖我只是借用 在這個議題上只是借用 中山路上面 這麼寬廣的路面 機車線是四十公里 有的 我不太敢騎快 敢騎快的人 撞到騎慢的人 整個交通堵塞的狀況 相當的嚴重 局長 如果上下班的期間 我騎慢了 我騎快了會被開發單 騎慢了會被撞上 那個交通事故的改善 我想跟這個有關係 本席在這裡 也跟我們局長 也跟我們團隊勉勵 希望你們在上下班的期間 去看看中山路 這個速限四十公里 是不是符合用路人的這個需求 對於我們中山路的整個交通的改善 整個動線的一個流暢 有沒有影響 市民朋友光在這個上面 被我們市政府開的罰款 不計其數 不計其數 那這個 都是我們的交通隊 設臨時的偵測 在那裡頭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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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頭 在那裡頭 有時候有看到 臨時緊急煞車 那但是這整個路面四十公里 其實來講真的是不合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而且也不符合 用路人的一個需求 跟安全的一個 一個需要 我在這裡也請局長等一下統一答覆 另外 本席在這一次的市長的市政報告裡面 也就我們的 中山路 中安路口的 他魯閣道 那將來 因為我們國區 受到了 二階環品的一個影響 那市政府 市長在這一次的市政報告 又把我們的高雄市 劃分為兩個 港區 一個叫 生活港 舊港 生活中心 新港 要給它規劃為生產中心 只有一條道路 可以 通 我們新港跟舊港 就只有中山路 就只有中山路 你把這四十年 國區 又沒有辦法 如期的來規劃 如期的來動工 我不是 我尊重專業的意見 我也尊重我們地方的一個民意 但是 在市長的既定的政策之下 在中油的 後進廠 產能即將要移轉到我們 新港 就是所謂的小港的沿海地區的 這一個關鍵時刻 另外我們一些油槽 市中心的一些油槽 在漁港 在前鎮漁港裡面的這些 一百九十九顆的油槽 即將所有的從業人口 裡面那邊有很多的化工廠 前鎮加工區 港區裡面有很多的化工廠 所有的從業人員都要移到我們的市長所謂的新港 也就是我們的製造中心 生產中心的同時 整個中山路已經沒有辦法複合 再加上大魯閣草牙道 再加上我們捷運 那麼樣的繁榮的情況之下 三國通道又即將要開通 航空物流園區 市旗都在規劃都在招商 這一條中安路已經沒有辦法因應 本席曾經向市長建議過 希望能夠開闢另一條 局長你注意看 局長 來我們陳辦科 機場的北側 圍牆的北側 這邊來 不好意思 來局長來看這裡 局長對不起 來這邊比較方便 中山路的這個中安路的這個藍側 小港機場的圍牆的北側 再申批一條 二十米或者是三十米的道路 到高峰路來 局長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小港機場現在正在擴建 正在為了跑道不足 徵收從把我們旁邊的農地 變更為機場用地 當初我們高雄市政府都發局 准他開發的時候有附帶條件 有附帶條件 要留綠帶 要把恢復我們的農路 到現在都沒有做 那本席也向都發局建議 都發局也說要轉交通局 在我們的國區 在我們的新港 在我們的舊港 即將要繁榮的時刻 如果我們的交通局沒有看到這一個趨勢 將來我們整個 整個南高雄 整個全鎮小港 林延 大寮整個工業區 通通要陷入我們交通黑暗期 一陷入就是二十年三十年 趁現在 我不敢比照說我們桃園 中央政府一波就是五千億 也有什麼蛋黃區 也有什麼蛋白區 我們這裡連一個蛋殼都沒有 我們這裡兩家兩家都沒有 六米農路 人家現在這個都是農地 把我們收以後 我們現在也沒有路方出入 連著都還沒跟我們做 是不是局長 在這個部分 你去檢討一下都市 你去建議一下都市計畫委員會 然後你了解一下相關資料 這裡能不能規劃一條 從中山路 連通到高峰路 來居長夫居長 注意看 是不是這裡 這個航空物流園區這裡 明鳳山路 這裡應該是這裡 明鳳山路 要不然從這裡直接接過來 把後面 桂林下莊孔宅 來合作中處 這五個里的百姓 甚至再過來 大寮的居民 鳳山的居民 要到我們的漁港 要到我們的新港 要到我們的舊港 以這個漁港為中心 這裡是生產中心 柏爾特區輕軌 這裡 就是都我們的將來的 所謂的製造生產中心 遊艇產業園區 什麼我們的洲際二期 都在這裡 是不是在這個孫 局長 要特別注意 要怎麼把這條路打通 路 你們也去看看 高峰路這裡 這五個里的居民 再給李遠一分鐘 謝謝 陳辦單位 交通局的 道路規劃科 還是什麼什麼 規劃科 你們去看看這一段 龍路的進出 現在大家不敢在這裡走 在下班的時間 七點到八點多 這段期間 所有的居民走這個小龍路 車子多危險 在這個 高峰路口 這邊剛好有個加油站 這個小龍路 這個地方 你們去看一下 情何以堪 我們交通 收這麼多錢 居民的用路安全 我們置於 置身死於不顧 這說不過 市長的政識 是很愛民的 我希望可以落實 這個部分 可以去看看 這裡有兩三條路 這五個居民 可以從這裡出 不要到這裡來 這裡有一個明鳳山路 這裡有一個紅毛港路 能不能連到我們的小港機場的周邊 讓這五個居民 甚至將來 他們的航空物流園區的 這些廠商們 他們可以走 不要走中安路 不要跟大... 交通局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李議員在市長的 市政報告裡面 就有提出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也非常重視 那交通局本身對於市區裡面 有關交通安全的提升 就是我們的責任 沒有什麼 對市民什麼 置於生死於不顧 我希望 這樣會誤解了 我們大家彼此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議員所提到的 是不是 在附近還有二十米的空間 可以去開闢替代道路 那我們也積極的 跟這個都市發展局 他們所提的都市計畫 跟社經發展的資料 來做比對 會持續來研究一下 甚至呢 是不是在中安路 還有透寬的可能 這個也是納在我們的 可行性的方案裡面 一起來 來改善當地的交通 如果有任何的新的發展 我們會跟李議員這邊來接觸 報告 那另外就是說 議員也非常關心中山路上面 因為那邊有畫機車專用道 因為是機車專用道 所以他 他可以比較特殊的來考量 那如果說那個地方 在速線上目前是四十公里 那跟現況大家使用的行為 加上他因為是專用道 有給予比較好的路權 是不是可以提升他的這個速線 我想我們會再來做 做進一步的評估 如果是可行 我們也認為 適度的來提高 他這個道路使用的效率 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議員提到 就是說 是不是警察局 在那邊設這個測速照相 是偷設來偷照 我覺得這個 這個都可能有一點誤解 測速照相的部分 現在所有全市的這個設置地點 都在警察局的網頁都公佈 絕對沒有什麼要跟你偷設 偷照 我想這樣也許我們對於整個在改善交通安全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有共同的一個共識 在我們的造勢的事件裡面 現在最嚴重的就是超速 跟路口 因為超速所失控造成的造勢 是最高的 所以在都市裡面進行 必要的速度管理 車速的速度管理 我想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慎重來思考的 不過剛才我也說過了 如果他是在道路的條件 設有所謂的機車專用道 那上下班那邊所需要的這個容量能夠讓它提升 適度的提升 在不影響安全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很認同 議員所提供的這一個建議 我們來進一步的來評估 謝謝 我們會來看 好的 好的 我們到時候去看的時候也順便跟議員這邊來通知 好 謝謝李議員的質詢 再來是我們蕭勇達蕭議員 時間15分鐘 好 感謝主席陳梅娟議員 各位事務同仁 一位同仁 媒體朋友還有市民朋友大家好 就是縣市合併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主要的訴求 就是縣市合併以後資源會變得比較多 尤其在觀光產業方面 所以叫觀光科技大高雄 然後資源會變得比較多的原因 就是原來高雄市只有150幾平衡公里 那縣市合併以後呢 土地面積變大 然後觀光景點變多 那這些支票呢 這五六年來 其實都已經陸續兌現了 那我看許局長的報告書裡面 有寫到原高雄市的部分 比如說愛河啦 蓮池潭啦 然後原高雄市的部分 什麼月世界 很多地方呢我都去過 其實呢 你這些支票呢 大概也都兌現 那所以我現在再繼續講的就是呢 這些支票兌現以後呢 你會碰到兩個危機 第一個危機呢是屬於內在的 第二個呢是屬於外部的危險 我先講內在 內在的叫什麼呢 叫做高雄人 金廟起身 什麼叫金廟起身呢 你這個都已經做好了 愛河啦 蓮池潭啦 亞洲新灣區啊 或博厄啦 我去看幾乎都有世界級的水準 包括高雄 原高雄縣的部分 比如說月世界啦 我也去看過 做的也不錯 月世界旁邊還有一家溫泉 叫做花季飯店 我來問一下 去過花季飯店的舉手一下 我問一下 去過的 好 1 2 3 4 5 6 好 請放下 6個 去過日本拋過溫泉的舉手一下 去過日本拋過溫泉 這輩子去過日本拋過 你們都沒有去過日本拋過溫泉 舉手一下 去過的舉手一下 去過日本拋過溫泉的舉手一下 有超過一半嗎 你放下 那我實際去過月世界 然後也去過花季飯店 那跟我太太去 跟我太太去 第一次以後 我覺得這個地方怎麼 一點都不輸日本 而且還贏過日本 那去的時候呢 是禮拜一去的 五百塊 後來人家告訴我說 你如果平常去呢 是要八百塊 然後我有跟我很多朋友講說 這個地方不錯 比我去日本拋溫泉 任何地方呢 都好 而因為 設備也好 然後風景也好 真的還贏過日本 但是我的朋友直覺就告訴我說 那太貴了 這高雄八百塊泡溫泉太貴 只有五百塊 那還可以接受 但是呢 我跟我的朋友到日本去 一趟都花多少錢 都花四五萬塊 再泡溫泉 但是在高雄呢 你如果花個超過八百塊呢 那就跟你欠太貴 這就第一個觀念叫什麼呢 叫做金廟起身 你知道嗎 就 高雄什麼東西 你就要收拾大 你的品質即使有到那裡 他的發揮呢 他就不想在這裡發揮 我再問這第二個地方 譬如說柏爾 我到柏爾去搭船 後來 又坐遊艇到高智塔 我再問一下 有到過柏爾 搭過遊艇的 舉手一下 這 兩個 三個 三個四個 那個 黃總經理你沒有搭過 沒關係 你不是倫床公司總經理嗎 來 你站起來一下 我問一下 黃總經理都沒有 這一檢外 好同事 你是倫床公司總經理嗎 是啊 你沒有在柏爾搭過遊艇 我們的右港城不在柏爾 沒關係 你沒有實際搭過 沒關係 沒有就沒有 沒關係 我很 我欣賞你的坦率 沒有就沒有沒關係 好 你請坐 在柏爾搭遊艇 我到那個高智塔去吃晚餐 總共花多少錢 花了七百多塊 連晚餐 船來回七百多塊 那個享受幾乎是我到歐洲的享受 你搭遊艇要出海的時候 海鷗就會飛到那個遊艇旁邊 跟著遊艇跑 那很像我去歐洲 那我去一趟歐洲要花多少錢 花十幾萬 花十幾萬 花十五萬 花十五萬呢你在高雄 你花不到一千塊 就可以享受那個歐洲的那個風情 但是高雄人 連我們自己都很少去 所以就是說呢 我講的推展觀光第一個觀念 就是要打破高雄人 緊描起身 所以在座都是政府的局處所長都是 帶頭引領高雄觀念改變 高雄觀念呢 從呢 過去謝長廷執政 一直到陳菊執政以來 一路是改變的 我們過去高雄呢 是以生產的重鎮 就是工業基地 後來謝長廷喊出了 三生有幸幸福高雄 就生活生產生態 生活就是高雄呢 不只是工作的地方 它應該也是生活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把這裡呢 當作是休閒度假 談戀愛的地方 那你就要去享受這裡的生活品質 那現在呢 縣市合併已經六年了 這些基礎建設其實都已經做好 很多地方我去看過 真的有世界級的水準 包括我們主席陳梅娟議員的選區 那個聯池潭 Kishima世界級的水準 我看有人在那裡划船 很多周遭環境都很不錯 但是我去聯池潭 然後慢慢在那裡走 我才發現 真的高雄人 會在那裡慢慢走的 還不會很多 還不會很多 所以改變高雄人的觀念 改變金廟區型的觀念 這是很重要 我覺得 觀光局 雖然跟交通局 捷運局 合在一起 這是符合中央的 中央就是 交通部之下有觀光局 但是觀光局 應該 如果要打破這觀念 應該跟誰合作呢 我覺得 應該跟交易局 從小學 國中開始 你的旅行 不要老是帶到國外 或到外縣市 先把高雄主要的景點 先去看一看 然後第二個是外在的威脅 我們雖然觀光局 是跟捷運局 交通局 合在一起 但是觀光局 目前碰到兩個主要最大的威脅 恐怕都是新的威脅 你看 觀光局 這個許局長公布的 我們的 旅客 806萬 國內的 有460萬 大陸的 有242萬 這兩個加起來 已經佔了80%以上了 其他日本的是 32萬 亞洲地區的 47萬 換句話說 我們主要的是 國內的旅客 再來呢 是大陸的旅客 國內460萬 中國大陸242萬 而我講的兩個最大的威脅 第一個叫做什麼呢 第一個叫做埃及邦文 第二個叫做中國政府 就是我們兩個最大的觀光的威脅 埃及邦文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登革熱 去年台南爆發登革熱的時候 觀光客下降到原來只有兩成 所有的旅館旅客都訂不到 這個有沒有辦法控制呢 現在登革熱已經本土化了 本土化以後 這變成每一年 那個可控制性 相對會比較弱 譬如說我的選區 是在市區 林雅新興前進 林雅新興前進呢 污水下水道呢 是最早去建制的 但是很多地方 它是沒有辦法建制 因為那個 污厚鍋的館 還有套體處的館 就是有人有違建 擋住那個 污水下水道的建制 所以變作是 當你要 登革熱本土化以後 這變成每一年呢 都固定會去爆發 那只要一爆發呢 觀光客就一定會受影響 那主要影響的就是 國內旅客 來台的意願 我現在請教那個 許局長一下 我來問登革熱爆發的時候 許局長 能夠用實際 那個 國內旅客 是不是實際有下降 下降的情形怎樣 請回答一下 觀光局 許局長請答覆 謝謝 謝謝主席 非常謝謝蕭議員 我想 登革熱在去年 案例大概在高雄有1萬 大概將近7千多 那我想 這個 隨著媒體的報導 大家當然會有一點這個 緊張 所以 對 這個高雄旅遊 他們會有一些多一些考慮 但是實際上 因為我們去年整個 觀光客 國內外都一樣 還是有一些 微幅的成長 所以這個部分 登革熱對高雄地區來 影響可能還沒有像台南那麼大 許局長 因為你的數據 是拿去年 104年 跟103年比 那104年跟103年 我們登革熱都是有 1萬多例 對不對 並不是去年沒有 前年有 這是兩年連續都有登革熱 而且103年 高雄還有氣爆 而且登革熱也是 1萬多例 所以兩年應該登革熱的病例應該都差不多 我現在是在請教你 那個登革熱爆發病例的時候 那幾個月跟以前沒有爆發的時候 差異會有多大 不能拿104跟103 這兩年是連續都有爆發登革熱 對 因為 我跟小遠包括 因為 登革熱爆發就比較是在這個 炎熱時期 差不多五六月一直到這個八九月這段時間 那其實這段時間 也是我們高雄旅遊的網際 因為是暑假 很多人會來 所以這個 對於登革熱的這個疫情 跟觀光的這個影響 目前在我們掌握的資料裡面 關聯度可能還沒那麼大 但是當然我們希望說 登革熱的這個房子 能夠更落實 然後這個案例能夠更少 對觀光當然是更好 其實這樣 不好意思 因為 登革熱 實際在高雄爆發 不是五月到九月 登革熱是熱的時候容易有 登革熱這沒有錯 但是高雄實際爆發登革熱的時間 是幾乎 你看那個時間幾乎都是 九月底以後 十、十一比較多 那為什麼這個原因呢 就是十、十一以後 幾乎都颱風來以後 然後水沒有退 那高雄 因為我們熱的時間 相對是比較長 我們到十月、十一月 都還是 溫度都還有三十幾度 所以高雄爆發登革熱 實際的時間 是在十月跟十一月 疫情會突然 會增高 沒關係 這這一點你了解一下 我所了解的是這樣 你請坐 謝謝 再接下來 另外一個不可控的因素是什麼 就是兩岸關係 所以一個是埃及邦文 一個是中國政府 就是另外一個不可控的因素 他在看什麼呢 看520呢 蔡英文總統呢 他講的總統就職宣言 有沒有符合他們的要求 目前呢 中國大陸下觀光客來台的情形 譬如說來台灣 媒體報導說下降三層 許醫長我請教你一下 實際的情形是怎樣 許醫長請答覆 好的謝謝 沒有明顯感受下降 1到3月其實是沒有了 而且還有微福的成長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 因為他到台灣來必須要提早 大概兩到三個禮拜申請 所以呢目前 依照交通部掌握的資料 從4月以後送件的是有減少 那送件的減少表示說 他三個禮拜以後 進來台灣的人數大概就會減少 好 啊 幅度呢 幅度 是不是一般媒體講的三層 這個在交通部觀光局的資料裡面 送件原本一天大概都一萬到一萬一千 那目前大概是八千上下 所以少了大概兩千五到三千 每天啦 每天 好 那我知道 那你覺得兩岸關係是不是就會直接影響到那個觀光客的數量 當然這個部分是這樣的 因為 不是你們可以控制的但是實際會影響嗎 當然 因為我們不管是全國來講 或是高雄來講 這個陸客都占非常大的比例 那這個 目前看得出來是有一些波動 那這個部分當然要看我們新政府上來之後 提出一些因應的方法 讓這個這個效益 它的這個負面的影響能夠降到最低 好 那我知道 好 您請坐 我特別講這個觀光業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觀光業就是 所謂的觀光呢 就是 別人不是住在原高雄市的 他來這裡住宿 來這裡消費 在短暫的時間 好 會帶動這高雄景氣的繁榮 所以呢 觀光呢 對一般中小企業 會影響會很大 所以我們希望觀光越來越好 但是呢 不能有錯誤的期待 沒人 花錢去蓋飯店 或者蓋小吃店 蓋一蓋以後觀光客 哇 不來了 登革熱疫情爆發不來了 或者是兩岸關係變壞了不來了 所以呢 觀光產業呢 要把這些變數都列在裡面 然後要列在裡面呢 就變成會碰到實際的 這些挑戰 比如說登革熱啦 比如說兩岸關係啦 這些都是我們不可控的 不可控的因素 我們要把它弄在裡面 我覺得克制的辦法啦 就是什麼啦 就是改變高雄人喔 金廟起刑的觀念 你很多地方呢 其實根本 不需要 完全仰賴中國大陸 如果是中國大陸人不來 那我覺得短期之內啦 我們甚至可以用 業者降價的方式 鼓勵比如說中小學生 去這些觀光景點消費 也可以躲過這一段 這一段說兩岸關係很緊張 還有呢 觀光旅遊 好 謝謝小燕的質詢 那再過來是陳正文陳議員 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們剛剛市政府交通部門的市府同仁 還有市民朋友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我想針對我們剛剛市的交通運輸 來做個探討喔 我想這一兩年是 剛剛是大眾運輸轉型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明年 我看業務報告裡面有提到喔 我們剛剛市將舉辦2017年的 啊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喔 我們市府現在也成立了 工作小組跟籌備委員會喔 我想要把高雄市打造一個 成為一個生態交通城喔 我想是舉辦這個最大的目的喔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呃 我們主要剛市的三大的 呃交通運輸網 分別是公車路線網 捷運以及輕軌 那輕軌現在正在興建當中喔 那我想針對公車捷運網 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就是說從我的數據上面來看 我得到的數據 呃 今年跟去年來相比喔 2014啊 跟2015來相比 我們公車是應該是有提升喔 提升0.5%喔 那 但是捷運喔 在2014跟2015年相比 確實下跌2.23% 紅捷線平均下滑1.8%喔 那我想捷運是 剛剛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捷運的 呃大眾捷運的系統喔 請問局長 你問會 呃捷運運輸那個 運量下滑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那你有什麼對策 請做個說明 來 交通局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呃 謝謝呃 謝謝製個擱席 謝謝其實呃 謝謝陳議員 對於呃我們捷運整個運量如何提升 呃的關心 那呃 呃去年齁 剛好是捷運他 他做了一些呃 票價上面的 缺銷的那個 那時候確實又因應上這個 ćeo價的下跌 造成她的運量有一點便化 變化 那大概在16.5萬左右 那今年1月2月我們看到他的資料 是到17.4萬 所以他是有往上提升的情況 那當然他們也非常努力 高級也非常努力 經過各種活動還有促銷 希望能夠把這個醞釀再提升 不過大概要讓他能夠損益兩平 還有一段努力的空間 大概到18萬甚至18.5萬左右 那不過今年因為因應那個多卡通 要進入到高雄捷運 所以現在他們正在處理他們整個 票卡的一個系統 電腦系統的改換 那未來呢 他除了能夠多容納不同的 電子票卡進來之外呢 我們也要求他應該適度的 考慮到過去曾經有優惠的那一種 特別需要仰賴捷運來通勤的 這些族群提供優惠的套票方案 那這個我們會在7月要求他們 一定要提出來 好局長你請坐 我想鼓勵市民朋友搭乘大眾捷運系統 不但可以節能減碳 最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交通事故率 我手中的資料也顯示我們 104年去年剛是交通A1死亡車禍有173件 死亡人數是175人 這個都是六都最高的 尤其在這160件的死亡車禍 都是跟機車有關 173件有160件都跟機車有關 死亡的175個人有162個人是騎乘機車 在這個部分我想要請問局長 你要怎麼樣來降低高雄市的機車的騎乘率 你怎麼去鼓勵這些大眾來搭乘這些大眾捷運系統 局長你有什麼對策 陳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 陳議員點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交通安全房子的這個部分 機車佔了我們非常大的一個比例 大概六成到七成都是跟機車有關 那機車的部分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希望能夠呼籲 特別是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他也特別今年度有擬定了四項 非常重要的這個道安改善的策略 那裡面有關機車的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說對於車速的管理 還有機車本身的駕駛行為 這個部分我們要提出政策之外 策略之外還要呼籲民眾來確實注意 車速的管理就是有一些議員朋友們也誤解 我們在做一些車速照相 好像是為了罰款而罰款 這個是錯誤的 其實在速度的管理 把他速度降到可控制的這個安全範圍裡面 他對於造勢 即使萬一真不幸的造勢 他的那個造勢的嚴重性 也可以大幅的下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說 機車主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辦法轉移到公共運輸 我們希望注意自身的安全 包含自己車速的管理 以及呢注意到他行駛在大車的時候 特別注意大車有一個他駕駛的受限 就是他有內輪差 所以常常我們看到 報章雜誌裡面發生的這些造勢 都是在轉彎的時候 我們的機車其實就被捲進去大車裡面 所以我們也一方面呼籲我們的機車 其實注意自身的安全 盡量避開跟大車在一起 特別在入口的地方 我們也要求我們的大車 要加裝先進輔助系統 來了解他車身旁邊 是不是有其他的這個用路人存在 那剛才議員有特別提到 怎麼樣去鼓勵我們機車主 能夠盡量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分成幾個面向 特別是小朋友 我們希望他還沒有開始有駕照之前 能夠能夠理解我們公共運輸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有實施了學童公車體驗計畫 那麼從去年開始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範圍涵蓋到 我們已經不大需要再使用 也不大合適使用私人運居的銀髮族 我們的長輩 希望他們也能夠來了解 怎麼樣使用公車還有捷運 那麼第二個部分就是 學生族群是用機車非常多的 我們現在能做的 除了剛才我說的機車安全的宣導之外 我們也開闢了公車進校園的這些學員快線 希望讓便捷的公共運輸 可以取代他們機車的使用 那再來就是我們也希望 一般的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把所有人 都一下子能夠轉移到公共運輸 不過我們在這邊呼籲 我們也希望往這個地方來做 如果我們的工作是所謂的上班族 特別是做辦公室的 辦公族群 他平常的需要只是使用私人運居 包含小車或是機車 上下班使用的這種工作特性的 那麼這個是合適於使用公共運輸 這些人應該是可以 我們邀請他們先移轉過來這個公共運輸 因為他平常車子只是進來就停在停車場 出去才使用 所以因此我們希望逐步的讓可以轉移的民眾 盡量能夠轉移過來 當然同時我們必須要加強 我們在公共運輸的服務品質也好 或是整個營運的效能 好 局長你請坐 剛剛局長特別談到了銀髮族 我的選區 岡山橋頭燕巢永安子官迷陀 65歲以上的人口 已經佔了比例是12% 那最近議論紛紛的燕巢的免費公車的取消 我想我在議會舉辦了一個針對 燕巢公車免費公車取消辦了一個公聽會 那很多來到我的服務處陳情反應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地區偏鄉地區的老人 包括燕巢地區 包括永安 彌陀 他們要老年人家要去就醫 就非常的不方便 包括 他的子女 可能在這些時段是要上班 那他們公車也轉來轉去 是不是 局長 你有考慮 來設置所謂的醫療公車嗎 是不是針對這些偏鄉 能夠針對這些銀髮族的就醫的權利 我們是否能夠開設一個醫療專車 在高雄市的各大教學醫院 我們能有這個公車的路線網 讓這些年紀比較大的 就醫能夠更加的方便 請局長也做一個說明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對於這個燕巢地區 本來的社區免費的公車 這個部分怎麼樣去做一些轉型 也召開了公聽會 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事實上在這個回饋金已經沒有辦法 再致應以前的這個公車路線的時候 市政府其實也非常的持續的 挹注在這個方面 所以去年是用市長的第二倍 來支應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從我們交通局的角度 我們提供的公車路線服務 如果是有足夠的需求 公共運輸的需求 當然我們責無旁貸 那怎麼樣再兼顧說 他需求可能是比較局限在特定的路線或是目的 以及時段 這樣的一個前提 跟我們自己預算之間做一個平衡 我想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幾次的協調以後 像去年我們也把我們的路線 透過我們目前在燕巢十一條路線裡面 可以延伸服務的 我們已經延伸到 這燕巢國小 那今年我們也考慮 在學生的族群 因為上下學的部分就比較明確 那我們也考慮 是不是能夠再用我們的現有路線再去延始 到服務燕巢國中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銀髮族 他有這個就醫的需求 那我們可以進一步來了解 到底他們的需求 是集中在什麼樣的時段 什麼樣的我們的禮 這樣我們可以比較能夠規劃出一個 符合當地需要的這種公共運輸的服務 這個是我們可以來發揮我們的專業 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可能沒有辦法像一般一個公車就是說 他是很密集的去做這樣的服務 因為這個可能真的是會造成 預算排擠的部分 把原來應該要服務的路線 變成會降低他的整個服務的效能 這個我想議員應該可以理解 也可以支持我們這樣的一個想法 局長你請坐 我想醫療專車這部分 你們有內部規劃案的時候 可能將這些報告或者是這些內容 可以交給本齊 另外一個部分我想針對觀光局長 今年我跟了幾個朋友 到了日本的沖繩 做了一個遊艇 遊輪的一個旅行 那 其中我有一個朋友就特別跟我提到說 過去我們都可以從高雄做立行遊輪到 沖繩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遊玩 那今年他要再看這個行程的時候 發現高雄好像沒有高雄出發的這些班次 那基隆我們可以看到他因為立行遊輪的停靠 哇整個包括廟口包括整個他的計程車 他說 他說 我有許多那些計程車業者 他說 每當那個 下船的時間 他們跑三趟都還會有 所以可以促進當地許多的一些就業 那為什麼高雄之前會有 現在就 突然班次就不見了 那局長在這方面有做了什麼努力 或者是未來 我們有透過什麼方法能夠 再增加這些遊輪的停靠 我請這個部分也做一個 國防局長做個說明 來 許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這個立行遊輪 他這一艘是以香港為母港 然後停靠高雄 然後跟其他台灣的港口 那這一艘呢 他今年有一些他們在這個簽證上面的考量 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 他們在定期的航程部分是做一些調整 那當然不定期他們還是來 那其他的遊輪也有從高雄出發的 我們今年至少有兩個艘次 是從高雄出發到這個 香港跟這個夏龍灣的這樣子的航線是有的 那我跟陳議員報告 立行遊輪今年它原本的這個香港高雄的定期航程 之所以會調整 跟我們整個國家對陸客的這個簽證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國際上面 坐遊輪的慣例呢 都是到達目的地之後呢 落進 所謂的這個落地簽直接進港 然後到他的這個港口去做遊覽 但是呢 我們國家對於陸客到台灣來 是不可以落地簽的 所以所有的這個陸客呢 他都必須要先取得入台證 那這樣子呢 造成這個立行遊輪 前兩年在經營這條航線的時候 就不斷的出現一些消費者糾紛 比如說這個遊輪都半年前訂這個行程 我已經跟你訂了 但是已經要到出發的 我的入台證還下不來 下不來他就會跟遊輪公司要取消 那取消他就會產生這個消費者糾紛 所以立行公司他就覺得 在台灣還沒有解決 這個陸客搭郵輪來台灣旅遊的這個問題之前呢 所以他們是暫緩安排從香港到高雄 只是暫緩啦 這是他們的這個高層 郵輪公司的高層都是這樣子表示 局長我想你提的是陸客 陸客當然有他的簽證的問題 但是我今天談到基隆網沖繩這一段航線 其實基本上是以台灣客為主 對 那這個部分 我想未來高雄市政府應該可以去爭取 這個部分看 是不是能夠以高雄為停靠港 然後往高... 是 是的 這個是我們有跟遊輪公司有做這樣子的竊商 希望一些行事能夠拉來高雄港 依我們的了解 從基隆出去的這個 我們自己本地的觀光客 其中有三層左右是南部上去的 南部上去 所以他也很看重這個市場 那目前以我們所知 應該是各式達號吧 他在高雄賣的這個情形其實還不錯 就是他現在可能 郵輪公司只是還試探這個水溫 他不太有把握說 更多的行次拉來這裡的時候 他可以賣得好 不過目前我們所了解的 這個以高雄出發的這幾個行次 其實賣得還不錯 應該可以增加他們郵輪公司的信心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陳議員的質詢 那再過來是唐惠美唐議員 時間15分鐘 我們的主席 我們交通部的部門的 我們所有的在座的每位同仁 還有我們電視之前的好朋友們 大家辛苦了 大家晚安 我想 我們的觀光局的局長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茂林是不是屬於國家 茂林國家風景區 這個茂林國家風景區 你看到的是國家風景區 可是呢 有沒有像過是一個國家風景區的一個地方 第一個首先我要問的是什麼呢 我們每次上高速公路 整個任何的標示裡面 它都會標示些 茂林國家風景區 可是呢 我上任以來 我非常重視 我們的觀光局 對我們茂林的關心 對我們茂林的建設 你們觀光局到底做了什麼 上次我質詢的時候 我也跟我們觀光局的局長有提過 希望我們茂林能夠有一個 非常漂亮 非常有特色的一個 叫做漫破雲端的一個天梯 那個地方我有上次有跟局長也有關心過 那個地方是有一個是環狀步道 幾乎這個在做的這個任何的所有的這個設施呢 設備呢 我們有一些小長城啊 還有一些所有的規劃呢 都是茂館處在做的 好不容易我們是希望是說 有這筆 希望我們有我們觀光局 來去跟我們的茂館處來去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讓我們的這個漫步雲端這個天梯呢 能夠趕快把這個 我們所規劃的呢 能夠完成 這個怎麼說呢 上次我就講過 我們質詢完之後 我們的所有的茂館處 我們的觀光局派了兩個 還有我們的圓民會 我們的公所 我們都有去會堪 你們是否派了兩個 然後到現在呢就是說 所謂的那個規劃 規劃建設的經費有兩百萬 到底是不是觀光局是要付 要付還是誰要負責 還有這座橋呢 當我們屏東縣馬家鄉的琉璃橋 還沒有做之前 我就提過了 希望我們那邊做一個天梯 做了一個天梯之後呢 它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一個 一座橋 可是呢 你們都沒有不關心 都認為我們一言講的話 聽完了 諮詢完了就算了 你們從來沒有認真過 我們的局長沒有認真過說 我這一任 我今年我到底要為茂林鄉的特色 我到底要規劃些什麼 我們既然提出了這麼好的建議 也給了你這麼好的設計圖 可是呢 到現在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說是 要繼續規劃繼續執行 經費要編多少 你們有沒有編 這樣的一個經費 看那座橋其實發揮不多 而且呢 我們本地的 本地的人的那個 土地的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問題 只插了你們觀光局 有沒有這個興趣 去做這座橋 很可惜 我每次都在講的時候 好像大家都 我剛剛講的 你們多麼不關心啊 請問局長 我想聽聽 我上次質詢的一直到現在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規劃 你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推給貿管處 貿管處它要管的範圍很多很廣 我們茂林其實是個非常漂亮 非常特殊的地方 裏停地不到三公里 這麼方便 全部那條河川 全部是溫泉 你只要一挖就有溫泉 不必像寶蘭那樣 挖了發了那麼多的錢 還挖不到溫泉 我們那邊原來的溫泉的那個 溫泉景 你只要用心一挖就有 你們連這個你們都不做 連這座天橋已經給你們規劃了 這個這麼好的一個景點 給你們 叫你們做 你們也不做 觀光局的局長請回答 觀光局長 許局長請答覆 謝謝 謝謝唐議員 這個有關於唐議員建議的這個 茂林的漫步雲端 之前諮詢過之後 我們跟貿管處還有我們同仁實際上有去走一圈 走一圈之後 我們也有跟這個原民會這邊有做一個會看 那現在這個要規劃 但我們有一個這個規劃報告要先出來 那規劃報告呢 我們再跟中央透過這個貿管處 再跟這個我們中央交通部觀光局來爭取經費來做設計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 其實茂林這麼多年來 我們投入的這個資源絕對不會比其他地方少 包括我們跟貿管處合作 辦的這個雙聯這個賞碟劑 持續到現在我想 每年的這個指班碟劑 我們帶進去的觀光客至少都兩三萬人以上 這造成的這個觀光產值也非常的驚人 那同時我們也跟茂林區公所都持續有在合作 辦的這個多納黑米劑 還有帶這個所謂的一日遊 還有這個香港以及海外的觀光客到原鄉 體會這個原住民特殊的這個人文 還有這個自然地貌 那這些都是整體我們觀光企部分 對茂林區塊所投入的資源 那這個部分我想也現在跟唐議員做這樣的報告 好 你說的是所謂的就是黑米劑對不對 我們我們我們多納每年都有一個黑米劑 萬山是祖林劑 茂林是奇語劑 可是你們你們只重視多納的黑米劑 其他的我們的奇語劑的茂林是 全省是沒有的 你們不但沒有關心過也沒有捕捉過也沒有來參與過 萬山的祖林劑也是一個是全省 只有我們一個是祖林劑 你們觀光局也沒有配合過 好你說的紫斑碟 紫斑碟的滅延區 紫斑碟現在茂林的紫斑碟 因為蝴蝶越來越少 因為你們沒有做好它的棲息地 它的秘密區在哪裡 你們根本就不關心 而且是你們根本就沒有去做好 讓我們的蝴蝶呢你知道嗎 局長我們的蝴蝶都越來越少 那是因為你們沒有做好 本來蝴蝶應該要有的 它要喝水 它的那個花 種子的花草樹木 你們根本就全部都是交給水 交給茂館處 觀光局我看到你們 我沒有看到你們的努力啊 當然你們不要全部把任何的事情 都推給這個什麼 茂館處 你們觀光局是有責任的 好 我剛剛說的我們的天梯到現在 有沒有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有 我們現在正在寫這個規劃 包括要跟部裡面來申請經費啊 你們要跟這個公務局 要跟任何的各個局 你們就要一定跟茂館處大在一起 要做這樣的一個橫向溝通 把我們茂林這麼美的地方 你們都不關心 那你們要做哪裡 請問 我們的一日遊到我們茂林 一日遊是最美的地方 可是呢 沒有看到我們觀光局 到底做了非常 讓人家覺得說很懷念這個地方 是原來以前所有的建設一直到現在 你們沒有增加啊 我想不是這樣講啦 我們 帶觀光客進入茂林 我們一年至少有兩萬人以上 可是並沒有帶來給我們很好的一個 效益啊 經費效益啊 對不對 在當地用餐啊 我們不一定要 我們不一定要 我們要的不是 不是要那麼多的遊客啦 我們要的是 我們的特色在哪裡 我們觀光局給我們帶來 我們 在茂林的 所謂的經典的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那個才是重點 遊客給我們帶來只有戰亂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要的是特色 我們三個園區裡面 我們要各有自己的特色 當然 桃園要有特色 呃 那麼下 跟我們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語言也不一樣 我們各個景點也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我們觀光局的局長 你這一點要好好的去規劃一下 我所質詢的漫步雲端 經費不是很多 五千萬左右而已 五千萬在市府來講是小兒科啊 你們隨便編個 編個所有的我們高雄市裡面所編的 都是算益的 我們才要求的不多嘛 五千萬你們都做不出來 而且是 沒有我們正在進行啊 沒有我們正在進行 好 那這個什麼時候開始進行 規劃 經費什麼時候可以編這個經費 我們現在是要先跟交通部觀光局 申請 還有跟這個貿管處一起 把這個方案能夠往交通部送 希望他們能夠支持這樣 好 謝謝局長 我隨時等候局長你的報告 隨時跟本席來去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讓我們把這個特色 真正的能夠展現出來 謝謝 請坐下 接下來我要請問我們的交通局的局長 我們牧林的一三二線到底怎麼救怎麼辦 你看到了嗎 你聽到了嗎 你聽到我們的痛苦了嗎 為什麼一三二線到現在沒有任何的動作 沒有任何給我們講說是 誒有未來 讓我們永遠你知道嗎 我們牧林區的遊客 一個禮拜有將近超過50輛的遊覽車 那小客車就不必說了 那個小的車子更不用說了 更多啊 多到我們場場塞車了 可是呢這個一三二線 你們到底這個才十公里的道路 你們到現在沒有給我們任何的消息 如果這個一三二線放到中正路 放到九龍路 百姓怎麼說 為什麼我們原鄉裡面 原區裡面應該要受到這樣的一個待遇嗎 我常常講 為什麼一三二線 我們到十年以上了 永遠是補丁的 沒有安全富覽 沒有做那個畫 畫的線也沒有 安全的線也沒有 還有呢我們這個護覽啊 標誌啊 路燈啊 這些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要讓所有的每一個遊客呢 每一個禮拜將近50台的遊覽車 那個小客車更多 那我們的這個一三二線 到底你們要怎麼樣去補救 我講過嘛 你們一三二線 十公里而已 這個都是經濟要很多嘛 請問這個經濟要到底要多少錢 會用到市府的錢到底是多少錢 我們要求不多嘛 你逐年去這樣去編啊 逐年去做這麼難嗎 一三二線是我們的命脈 是主要的道路呢 是每一個人在走 不是只有我們茂林鄉 一千多個人在走 我們茂林鄉是觀光景點 連這一條道路都做不到 很大的笑話 我們的局長你怎麼回答 交通局的局長 你一定要告訴我們的鄉親 一三二線你要怎麼樣去做 我們要等你今天你的回報 陳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主席 謝謝唐議員對一三二線的關心 我們交通局的權責也是對這個交通安全 道路的交通安全非常的關注 這一百零四年我們也協助區公所 來進行標線跟標誌的整個維護 跟喚心 那其他有關剛才議員所關心的 是不是鋪面要重鋪或是這個要不要透寬 這個部分因為不是我們的權責 不過我會 是你的權責誰的權責 是我們 要推給公所 你們有責任 公務局 公務局交通局你們要做橫向的溝通 你們沒有做橫向的溝通的話 這條道路永遠是死在那邊 石城大海 看不到未來 看不到深圳的誰要去 你們付TP球嗎 誰要去承擔 誰要去做 議員沒有付TP球 這個是權責分工 那茂寧區公所 他也會在市政會議裡面 會去練習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應該三方面 看看大家共同 用什麼樣的方式最有效 把這個需要的建設把它給執行下來 議員這樣講法 可能會造成這個不必要的誤解 好不好 好 這個一上二線 我非常關心 從上一任一直到現在 甚至也上過電視好幾次在圓明台 病人是很大的消化 十公里 十公里而已居然是否 不關心 這個是茂寧國家風情區 唯一的道路居然是受到這樣的一個代價 十年當中裡面沒有包處過 每一年都是補丁 五顏六色很大的笑話 這就是你們交通級 這就是你們公務級 這就是你們高雄市政府 所對待我們原住民的唯一的道路 一個國家風景區居然是受到這樣 受到被不重視 局長請坐下 我還有一個問題 上次我質詢的時候我也有講過這個茂寧新農橋 茂寧新農橋那個地方呢 上次有講過對不對 局長應該有記得齁 那座橋只是要做一個交叉 交叉的一個橋樑而已 經費不到兩千萬 可是呢到現在沒有任何的消息 推給原民會 又推給公務局 上次跟我們那個農務局 公務局 交通局 原民會公所 我們會看過好幾次 可是你到現在呢 經費不到兩千萬 那麼危險的地方 而且是主要在那個奇人谷 我們也是我們所有茂寧在走的那條道路 常常發生車禍 常常 因為那個八八水之後所做的橋樑設計不斷 造成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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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的一個橋樑 到現在呢沒有任何的消息 我是希望呢 我們這個交通局啊 還有我們的這個各個局勢呢 你們做橫向的溝通嘛 好好把問題解決嘛 我們茂寧要的不多啦 馬路 還有這個橋樑是關係到大家未來 還有我們的觀光局未來的我們的觀光局再給我兩分鐘 好給唐一言兩分鐘 還有這個觀光局剛剛我所提的 就這幾樣 不多嘛 還有溫泉 溫泉本來就是我們茂寧的命脈嘛 沒有人像我們那樣整條溪 你只要一巴車就有溫泉了 可是你們從來不重視過我們那邊 真的 希望我們把聽一下我們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這個問題這麼重要 請你們用心規劃 我們要我們都 我講講過嘛 我們的需求不多耶 我們茂林區才三個里而已 就那麼一條路而已你們不做 啊那個橋樑經費也不多 兩千萬就做好啦 啊天梯呢 本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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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應該要做的 因為那裡是觀光景點 五千萬的經費你們也不做 那到處所有的都回去 只要有什麼 哪怕是小小的公園裡面 你們都拼命的在做公園 拼命的在做普設 我們呢 坑坑洞洞 補來補去從來沒人關心 跌倒是應該的嗎 所以要欺負這個責任 希望我們各局是我們的交通局的 還有我們的觀光局 我們把這個問題呢 好好的來規劃一下 這個問題並不是很大的問題 而是你們有沒有用心的問題 願不願意把這個責任扛起來 願不願意慶座 那個才是重點 好 謝謝 謝謝唐議員 那再過來是張漢中張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各位主席 我們交通部門所有的各位局長 以及我們的議員董事 在我們的電視機上 關心我們市場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在這裡 我要來麻煩我們的交通局長 交通局長這個地方 就是我要說的 就是說有可能整個大高雄市 應該有很多類似像 我要去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 我要向你介紹就是 這個當初 當初 我們在我們的 我們跟我們的交通局來匯勵了 結果 這可能我待會去修這個 我們的金武路 金武橋跟光復路的路口 這個 這個應該 我們匯勵了 我們的交通局 它是說要來用一個代轉區 我要化在這個地方 代轉區 匯勵了到目前為止 還沒實現 還沒實現 但是 我要讓我們的局長 包括我們的相關黨委 第一個 有在這裡 因為這是直線 那個直線 它都沒有一個 另外一個空間可以代轉 但是這直線來 會影響到我們的交通局 也有可能 會影響到一些 車子也好 我們做的時候 你的代轉在這裡 有可能騎車的人 要降車 降車之後 有可能會造成 那個汽車的 我們去修容的情況 我要把我們的 我要租那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的 金武路跟光復路 這是我們的頂階 這都是給我的門 這頂階 給我的匯勵了 他說要把這個地方 為代轉區 我要把我們相關黨委介紹 你們有在這裡 有可能的造型危險 這就是 我要說的就是 在這裡 我們的金武路 金武橋 你金武橋 你代轉 你把它圍在這個地方 有可能我們的金武路 一直來 他沒有辦法 可以直接放在 代轉的車位 沒辦法 客人在這裡 沒辦法 你的橋位到圍 你那個汽車也是直行 機車也是直行 但是機車 你要把代轉區放在那裡 無可能我再在那裡帶轉 機車沒有辦法 挽過來這邊帶轉 但是沒有辦法 挽過來帶轉 這就是我們的金武橋 這上面是人行道 我要介紹說是不是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說 任何這個地方 不是我們用頭角去設想 去想的 想出說 那這個 這個地方的生態 是不是 要化在哪個地方 這個生態是要化在那裡 是不是 上面是我們的 我們的人行道 但是人行道上面 因為這個 這個汽車不可能騎去 人行道在那裡帶轉 我們可以來客服 不用客服 就是說 這個我要介紹就是說 因為我們 現在這個光輔路 直行來 就是要左轉 大部分都是左轉 右轉沒有問題 左轉 左轉開之後 就是要從鳥松 這個就是光輔路 這我要介紹說 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帶轉區 要怎麼有 是不是 我們可以去 集合 我們的帶轉區 從那個 那個行道賓館 從前面 可以說 尾頭井 尾頭井 是不是要用一個 怎樣一個坡道上去 機車帶轉 機車要轉到光輔路 這個都 這個我們可以用 用設計上來 克服這個交通問題 你這個交通問題 要怎麼去設計 把人行道 監管 因為人行道這座路 我在跟我們的 所有的 成文單位介紹 這座人行道 根本 沒有人走 這個人行道 根本 沒有可能 有人在走 這個要怎麼走呢 這座路沒有空 因為我們的鳳山便宜 鳳山庫工所 來走到我們的 潛美餐廳 沒有 因為 在那邊 要走的地方 反正有可能 人 是去走到幾個人 所以我們帶轉區 是否可以 來去設計 在這個 連行道頂館 連行道頂館 我們可以從 超前 機車要一個 坡道上去 按一個坡道下來 讓它可以走 那個光輔路 比較不做的時候 你在這裡帶轉 車來 甚至 騎機車 也做一個 很危險的地方 甚至 這個 這個地方 是不是我們相關單位 可以來擁擠 這個 以後 不用趕快 來去把這個 代轉區 設計 設計讓一個 給機車用戶人的 行車安全 科長還是 局長先答覆一下 來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的關心 這個 地點 在金湖橋上 這金湖路 算這是台25線 所以它的俠管 是我們公路總局 所以 有關後面的工程 什麼時候去施作 我們會立即 來要求它趕快 要按照當時的會刊 要趕快進行 不過剛才議員 特別提到 在這個地點 如果那個人行道 那個橋面那邊 是沒有使用的需求 現況如果也是 確實是這樣 那也可以提供出來 變成是做更好的 這個 這個 代轉的這個空間的話 我覺得這個建議 也是很不錯 但是這個確實 情況是怎麼樣 可能我們必須要再跟 公路總局那邊 再一次的去確認 當然啊 如果說 地方上對於這邊 那個人行道的使用 已經沒有 沒有這個 這個這個真的需求 那我們的空間 就會比較大一點 謝謝那個議員 對這個 個案的關心 局長 這個住宅 人行道 我剛才有提到 人行道 應該 有人走的 情況會很少 因為那邊 一個北線 要用走的 在我們的 副公所和風山 便宜 要走到 轉秘 這邊 可能少之又少 因為這個 所在可能 比較沒有 行人的空間 那行人的空間 我們就可以來 利用這個 人行道來去 用代轉 這就是 跟我們的公路總局 這邊 來演藝趕快 我們的交通 是這個所在 車輪非常多 啊 那當然 他在公所 要去 規模 有可能 用戶人的行車 機車也好 機車也好 他們有可能 剛好在紅燈過來 有看到 綠燈 還沒轉過 紅燈的時候 有可能會交付 那家屬 走過 這會造成 為北線 如果不注意 他要帶轉 就要撞到 這個所在 我認識 我會把公路總局 特別強調 除了在考慮到 這個 代轉的設計之外 要考慮到 那個人行道上的功能 跟他的空間的利用 機長 因為這個 整個大高雄 這種情況 會成類似 應該會很多 這個情況 再來 這個 我要說 我們捷運機長 因為在這裡 我文字都有秀出來 但是這個文字 我秀出來 過程 我相信 這 我 政 在幾檔政 我一直不敢 我們的捷運 在外務贏到大皮 這個七塊 我當初也很不敢 我們的輕軌 你設計過程 第一個順位 沒有設計到這個順 這個地段 我們的第一順位 設計在 我們 高雄 凱旋路 這條路算 目前 輕軌 可能本來 我們可能 輕軌 要 可能要開始 但是 這條 我非常不敢 在當初 你設計 責運 過程 一直不去設計到這條 我們的輕軌 當然 很多人 不去了解到 這條 輕軌的重要性 我相信 這條 輕軌 可以說 來去造成 整個大高雄也好 整個全國同胞也好 對這個輕軌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 我記得 如果我去 歐洲站起來 看到我們的 脫掉隊 看到一輛車 把歐洲載 幾十輛 這樣載回來 我真的 非常的不敢 重點 因為 我們的長庚醫院 那個地方 過幾車 非常明顯的不夠 甚至 我們的 中間 裡面的停車 歐洲外 要停的地方 也非常的有限 甚至 我 如果 騎到中間 要放一輛 十塊 就沒地方放 有可能 八成的 要去放的 沒地方放的 過程 有可能會來放在樓邊 但是 家裡 就造成 這台車 已經被 拖掉了 拖掉了 會造成 我們 我們的八成 時間也好 時間是寶貴的 但是 金錢也好 金錢也算是 時間也算是 但是 這是 我相信 我們政府 要付很大的責任 這個地方 把我們設計 沒有理想 來做成 八成的上海 這我都在這裡一直在 麻煩 我們捷運機長 包括我們總管單位 這條輕軌 我一直在 旗台 一直在旗台 旗台到目前為止 我要麻煩我們的 捷運機長 這個輕軌 是不是有在重視 向我們中央爭取 相關 相關的中央 來爭取 這個輕軌的 經費也好 這個入選也好 是不是 一直有加快腳步 在規劃 是不是 機長 這個 我們的委員 大筆 大筆 這個輕軌 可以說 我一直在旗台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來到 我們的大筆 觀光地区 包括 我們 如果有一些棒球 在比賽 對整個 愛好棒球運動的 朋友 輕軌 我們坐來 非常的輕鬆 反而那隻 車子站起來 他會釣魚 非常的輕鬆 觀賞一個棒球 我們也可以帶動 我們的棒球 一些 把我們的植物棒 所有的全手 加油 讓這些植物棒 發展得更 更有一個 未來的潛力 我相信 我們如果看到 我們一些 美國的棒球 看到的頂層 都坐得滿滿 待會看到 我們台灣的頂層 今天 沒有幾個人 在欣賞我們的棒球 這就是 我們在設計上 要讓一些 我們的 一些 好朋友 要觀賞棒球 一個交通 非常四趟 可以 去車子 他要 拍水所在 是不是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捷運局長 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 加快腳步 在 這個路段 有加快腳步 請局長簡單答覆 感謝主席 張議員 目前 我們的整體路網 已經全完成了 張議員所提的 這個路網部分 是第一優先 所以第一優先 我們已經對 可行性的博文 去強化 可行性的博文 我們現在說 我們的路網 其實不是只有 張議員說的 這裡 我們在為 鄭議員 我們還有 增議員 這幾個 大的 所以我們 在 內地 那是 也可能 英文 我們 打算 那個 我們 都有 其實如果過之後 我們後續就可以開始進行 我們的中國規劃跟環境 環境和評估的部分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陸網的建構就能達成 這個陸網建構之後 可以讓我們整個高層區 本身我們的陸網的轉秤 原先轉秤站10站而已 我們現在可以提高到26站 同時陸網核心區裡面這裡 可以讓我們完成500公圈 就可以到10個範圍 甚至我們洪山五家 這裡人口多的地方 其實跟三民完全可以做連結 要用那個 以上跟那個我們張宇人這裡做報告 局長謝謝 我以期待 再來 我們的觀光局長 我要麻煩 因為我們目前 我們的觀光人士 可能有一點萎縮 整個觀光人士 應該有一點萎縮 是不是有這個區塊 但是 我以我了解我們桃園機場 跟我們高雄機場 我們高雄機場 我們高雄機場 是不是有限到 受到那個時間上的限制 我們的小港機場 國際機場 他們應該可以收到 我們的時間上的寒坐 一些國際線 有可能 時間幾點之後 他就沒辦法來降落到 我們的小港國際機場 這個時間上來造成一些班式的減少 是不是機場 這個方面 是不是有這個 這種情形 是不是 我們的高雄國際機場 是不是受到這個時間上的限制 機場 是不是這個有這個 受到這個限制 觀光局局局長 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感謝中議員 我跟中議員報告兩項 第一項 我們的觀光客 每一位到三位 這段時間 是沒有減少 而且還有微幅的增加 這部分 是三位 因為路客的影響 可能稍微受到一些波動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我們剛才的定義員 這個機構的優關 我們的小港機場 確實我們的小港機場 因為旁邊的祖父 所以我們十二點以後 就沒辦法起降 一定要到第二天的六點 這個機場才可以起飛 所以有六點前的宵禁時間 這個宵禁時間 當然 對航空公司安排 航班會有一些考慮 這對他們來說 當然有一點不便 坦白說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張議員 再過來是 陳惠文陳議員15分鐘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交通部門的 所有的局促師 我想我發現 真的所有的議員 關心的議題 其實都很雷同 尤其是同一區的 真是大家都有共同的一個 對於交通部門的 部分有一個同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首先 我這裡還是有幾個 本身服務處所接到的案子 我想 首先第一個案例 我是想要跟我們的交通局局長來演立 因為服務處已經接過好幾個雷同的案子 那現在我們的一個住家 他如果是零人行道 然後他人行道外面是有停車格的 但是他本身的住家 本身他其實他的住家裡面一樓 他其實也做他的停車所使用 但是呢 因為外面有化我們公設的停車格 所以變成他進出沒辦法 那現在因為我們真的接了很多這樣子的案子 我想跟局長報告 因為之前在原高雄縣的時候 那時候都是以現場去認定說 是不是有實際去使用到 這個一樓是不是有當停車場 停車空間的使用 如果有 然後外面呢 他就會註銷 就不會去做他的停車格的一個化設 但是因為現在 遊戲規則變了 新的規定出現了 但是 卻因為這樣子造成很多的民怨 那我想 如果說 真的外面是有人行道 然後他外面又 在道路上又設有公有停車格 住戶要怎樣才能夠去申請 去把它塗銷呢 第一個他必須要在一樓 先 先跟我們的監管處 然後呢 去變更死罩 那一樓的死罩呢 變成是停車場使用 而變更完之後呢 然後呢 才再去跟我們的養工處 去申請 依照我們的設置協波道 設置辦法裡面 去申請設置協波 之後呢 最後一關 才到我們的交通局 來申請塗銷 我想 這個案例就是 很明顯的 這個都是 之前其實有很多高雄縣 原來的一個 長久下來的一個遊戲規則 然後現有的 因為 他的道路 我們交通局 重新有意做一些 規劃 或者說 他拋除了 然後要重新再規劃 停車格 重新去考量的時候 就有發現問題了 原來他也許 他沒有停車格 但是呢 因為重新的考量 跟 重新的一個 一個畫質 那 會變成說 本來他 在原高雄現在 他是沒有停車格了 他已經被塗銷了 但是後來又畫上去了 但是我們又去 做這樣子的一個 相關局處 然後同時來會看 但是呢 就是因為 遊戲規則 變成我剛剛講的那個流程 所以變得也沒有辦法 我想這個真的是 因為 當時的一個 大家的政府機關不一樣 所以 在相關的認定不同 那造成後來的 一個 目前的一個 我們的爭議 我想是不是 這個可以來重新來考慮 因為 我不曉得 交通局這裡 有沒有困難 我在 本席在這裡 真的 非常的希望 然後呢 希望說 交通局能夠來 重新考慮說 讓他 可以 單純化 因為這停車格 他不是停在他的家裡面 他就是必須一定要停在外面 跟 跟大眾來搶這個 公有停車的空間 那自己本身在他裡面 就已經可以有一個停車位了 為什麼 一定要 逼 所有的住戶 一定要在外面 因為他 去 去搶外面的公設的 公有的停車格呢 所以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可能 來做一個 重新的調整 跟思考 本席在這裡 是不是 可以建議 讓他 單純化 就變單一窗口 第二個 就不需要再說 一定要把一樓變成停車場 去變更死照 因為變更死照 他要再 請建築師再去重新 去做 重新的一個申請 那一花 要花十幾萬 為了一個外面 塗銷一個停車格 他要花十幾萬塊 我想 這是一般民眾 沒辦法接受的 那 還要經過養工處 我想 這個要經過三個 為了塗銷一個停車格 每一次都要三個局處 每一次的 每一個個案都要三個局處 一起來匯看 那 到結果還是沒辦法 我想 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依照 本席的建議 可以朝這樣方向 再重新思考 讓他簡單化 然後 我們交通局來採實際認定 然後 來 降低這個住戶的突銷的難度 我想在這裡是請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能夠回應一下 交通局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提供這個寶貴的建議 那有關 住戶前面 那個 道路的停車格 塗銷的部分 目前確實是 比較繁瑣一點 那我們會來研究 跟議員所提到的 這個單一窗口 的部分 那我們跟 其他相關的兩個局處 來稍微研究一下 如果是 一切 作業上沒有問題 我們樂意 去辦理這個單一窗口 來做便民的服務 好 我想 在這裡 聽到局長這樣回應 我想 本期有很大的期待 因為我覺得這個 塗銷的停車格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但是 搞到後來是民怨很多 然後每一次的會刊 就是三個局處 然後大陣仗出來 然後又回到原點 就是不行 我想 我想 自己 住家 他 要提供給自己的自用車 去做停車空間 我覺得這個應該都是好事 都是鼓勵 我想 在這裡部分 是不是真的 希望能夠盡快 然後朝這個方向 能夠 去跟這相關的局處 然後大家坐下來好好的談 我真的覺得是朝我剛剛的建議的方向 這個小事情不是 這個沒有危害到任何人的權益問題 我想 以上請我們的局長請坐 然後 接著我想 剛剛 剛剛張議員也有在關心我們的 現在我們的 環狀輕軌 現在C1到C4 現在有 有四層 那 接著下來就是 C5到C8 C4到C8 那 我想 也有 我們大家關心的 除了現在已經這個 即將看得到 然後現在 在做最後的一個測試等等 那 剛剛 我有聽到吳局長在回應張議員的時候 因為 以環狀輕軌以外 在鳳山很重要的 還有都會縣的 一環 然後 二個節點 那一個節點就是 三多路那一頭過去 然後 另外一個是從 我們五甲這個部分 那 我想 剛剛 局長也有談 呃 是希望 能 現在已經在做 現在已經在做那個 可行性 評估 然後 大概 我看你們的報告是六月底 會有一個 有一個初步嗎 那 可不可以再請 我們的局長再回應一下 那 等 我們六月底 你的報告說六月底 會有一個 初步的結果報告 然後呢 之後呢 可能就是會做 環境影響評估啊 等等的後續 那那個 10層 你們有沒有預定說 大概什麼時候 會 把這個案子送到中央 然後 這個部分 大概 目前跟中央的一個 溝通協調 的可行 這個 會 能夠成行的 這個機率 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現在 等一下也是 也請 吳局長回應一下 建議局 吳局長請答應 感謝 感謝主席 感謝議員 陳議員所提的部分 就是 我們一環二連結 主要連結到 我們 鳳山 然後 吳甲 跟我們陳青湖 這一帶 那當然這裡面 我們會走 銜接本管路 銜接到三民 那三民裡面其實我們會銜接到 高鐵站 高鐵站的部分 除了高鐵站之外 那我們還會銜接到 亞洲西灣區 所以這陣子裡面 其實一環二連結 對於我們高雄的密度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所有大眾運輸 本身其實 問題不在運量的問題 問題在於密度的問題 因為密度如果不夠 其實運量跟我們 再怎麼拉都很難拉上來 所以這一段裡面 上次 小英總統其實也曾經到 我們高雄這邊來 我們也曾經 我們也一直跟他反映 因為台北跟高雄的問題 其實完全是不同的一個情境 那針對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預計整個可行性部分 因為南大眾運輸 本身第一個要完成可行性規劃 那可行性規劃過之後 才有辦法 中央才會編列相關預算 然後進行綜合規劃 跟環境影響評估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在去年已經完成委託 整個這一個一環二連結的可行性規劃 那所以目前預計大概在我們下半年可以完成 那下半年完成之後 我們預計差不多八月份到十月份之間 這段時間裡面我們會跟東方申請 因為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其實 讓新政府其實比較穩定之後 那我們在所有相關送案的時候 比較不會造成這些相關的這些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預計在差不多八月份到十月份 這段時間會把可行性報中央核定 那由交通部再轉行政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過的機會應該是蠻高的 所以目前聽到的訊息是 中央支持的意願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會過的機會是很高 我想OK 那剛剛你有講到密度 那我就回過頭了 因為現在C1到C4 目前因為那裡的交通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那我想可能也因為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其實因為他剛好 凱旋帳剛好在本席所住的地方的附近而已 所以很近我常常從那裡經過 尤其要到我們市圍行政中心的時候 一定都是從那個方向過去 所以我常常會看到有很多 我們的義交或等等 我不曉得那個是義交還是什麼 就是在那裡指揮 我想而且人每一個路口還蠻多人在指揮 兩三個三四個在指揮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一定會慢慢的呈現出來 我們的所有的路口 然後密度高的地方 因為為了安全性的問題 那你們接著下來 在這個一樣跟凱旋帳一樣都有這樣子的相關問題的這些路口 以後你們是不是也是要派駐這麼多的人力在那裡做指揮嗎 還是說未來你們有其他的規劃更有效率的方式 我想一直用人力在那裡做指揮 這個並不是一個有效率的做法 我想可不可以請回應一下你們到底有沒有怎樣更進一步的規劃 然後讓他更有效率一點 來 局長 吳局長請答 感謝書記 感謝陳議員 輕軌本身其實跟我們捷運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段時間引住的時間 其實我們就必須考慮到他的磨合的問題 尤其是到跟路口的膠質 那路口膠質部分 因為也秒數會增加 像中山凱旋路口的部分 明顯一百二十秒一個循環 那因為考慮到紅燈左轉右轉的問題 所以整個十五秒 三十秒齁 就是雙向的部分又增加了十五十五 所以一百五十秒的部分 這段時間開始我們開始推的時候 其實從八月份開始民眾其實是很多 沒辦法適應 而且整個系統運作部分 雖然我們經過道安的相關的這些討論之後 也在交通局的協助之下 我們所有秒差的設定 都有依照調查去做 但是實際上 還是會有一些誤差所在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八月份開始 我們這個月裡面 收到七十點的民眾的陳情 然後認為說 你們這個交通不夠亂 然後整個秒差等那麼久 然後整個運作上都有問題 那我們也在交通局跟公務局 還有警察局協助之下 我們就開始回過頭重新檢視 那檢討之後 其實現在三月份 三月底的時候 其實現在 我們就開始回到 民眾的意見的部分 也只剩下差不多七件的部分 但是我們還是配合這些 重新再做檢討 那所以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必須藉交的協助 一開始 藉交不是這樣 不是現在站在那裡說 那個協助民眾去協助指揮而已 以前幾乎是人搶的部分 那現在已經從人搶改變成指揮 那指揮的部分其實繼續下來 那這些指揮的部分 也慢慢會退卻 因為輕軌還是會依照 紅綠燈的耗制來行駛 那是說綠燈 那我們才能通行 紅燈的部分 是還是要等 那所以其實還是依照耗制來行駛 那未來西四到西五到西八的部分 其實我們只有一個最主要路口 那其他過去的話其實 絕大部分都是都計畫還沒開闢 因為那個成功路與西的部分 都計畫都還沒開闢完成 那這一段的話 這個路口的影響會比較小 比較沒有交織的一個情形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西四到西八 如果建置完 其實就不會有西一到西四 這種狀況就對了 這個問題不會像西萬到西四 因為西萬西四裡面有三四個路口 因為你剛剛講到磨合 我跟吳局長講說 你磨合然後你慢慢慢慢往前 整個環狀會慢慢整個建置起來 你每一個對該區域都是一個新的 新的狀況交通狀況 所以也都是要磨合 到對每一個地區來講 所以你是不是都要 如果說因為依我的瞭解 再往北然後真的那裡可能重要路口 大路口也是也是蠻多的 那到時候是不是這些都是要 只要大路口危險路口 都是比照西萬到西四 那聽起來好像也沒有比較 更進一步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能夠去開始 頻率跟那個會慢慢縮小 因為過去大家從來沒有接觸過輕軌 那現在其實西萬西四之間 已經有四五個月的時間 大家都有接觸輕軌的一個運作行程 所以未來那個頻率 跟管制的部分會越來越縮小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都是用台鐵的路線 所以台鐵路線其實最多就是在他們有平交道的地區 會有交織的情形 那所以這一沿線到西四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還是在 沿港線的部分在行走 那所以這個交織的問題還是比較小 好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陳輝文議員的質詢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請請請評論 叫做 拍子 你在 procurement